《阿�- коп maint dick》 胡大哥 他座上面的水生植物非常豐富 你目前提到 只是為了auw-awnderm淇淋 這個純粹就是 做一個工廠的汙水 淨化池用 這個生態淨化法 就是自然工法的一九 但一般来讲自然工法里面 它分有是硬体的或是一个软体的 但是我们采源就是叫软体的进发法 利用不同的水生植物 营造不同的漆地来做一个水质进化 纯粹是个豆腐工厂 制造它本身的污水来做进化 我们刚经过这个就是豆腐工厂 对 刚刚经过这个就是豆腐工厂 它直接的污水就排到这边来 自家污水自然清 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个水生池 其实面积也蛮大 然后上面就是各式各样的水生植物 那有些是种得很密 那有些是空的 这样是怎么样一个规划设计 当时我们就是采用益金生态工法 所以这边的一个图腾采用八卦池 就是阴阳池 这怎么看呢 阴阳池大部分一看的话 我们这边是有阴的 有阳的 它中间一个中道 就是两条鱼就是等于一个太极 它里面还包括很多水流的不同 听吴大哥讲这个 很深奥啊 这要有这个益金的这种素养 这听起来蛮深奥的 所以这个池子是有相当的学问在里面 那像如果沸水这样流下来以后啊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种水生植物 它大概是一个怎么进化的一个动向 这个就是我们看它的污染源 如果是今天我们来的豆腐厂 它排出污水是有机物 就是我们讲的很肥啦 很肥啦 很营养 对对对对 营养 这一般的植物的话 你必须要把这个肥份要怎么除呢 第一期就要除肥植物 哦 像前面这个叶子很大的 对对对这个叫除肥植物 它会走到那个区有没有 有屏风场那一区 哦 屏风场那一区 对对对 那边就是开始要吐晒 采用太阳光 我们讲的紫外线去做撒卷 这水还慢慢繁衍 那繁衍以后 它会进入到 稳里面就是用太极 就全电过滤 过滤完以后 它再回延到大池里面 来做一个中和 是这样子环流 所以这个看起来很杂乱 其实它这个进化过程是有一定的程序 一道接一道 整个过程其实还蛮冗长的 对对对 要有一段 一道一道的关卡在处理这个飞水 张大哥 这边很难想像哦 我们刚刚看到下面那只大池 那青澀的水啊 它的上面的水是这样 是看起来就是比较污浊 比较脏的哦 所以这个进化 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哦 刚好友人就碰到 我们这个湖湖市 它刚好对水草 它是一个很专业的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教设 所以我们希望说 把我们本土的水草 多样化 啊如果让我们这个 这个滴汤啊 整个的一个一个活化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流出来 白白这个水 就是从豆腐公尔这边流下来的 那它大概流出来后在前面 到这边大概是怎么样一个 进化的过程 那最后是流到那个大池子 它的进化过程是现在是用 我们是用这个纳豆菌 纳豆啊 纳豆菌 它是一个种高耗氧菌 它就是在重新把洗涤用水里面 所含的很多氨啊蛋啊蛋白质啊 做一个分离 到这个池子就是过滤了 对对对 然后过滤在后面那个池子是 也是属一种进化的动作 也是一个进化 就一层一层这样进化过去 然后慢慢慢慢就流到这个大池子 那最后我们再排到溪里面 对所以我们出去 我们等一下去看溪的时候 这条溪已经重新活过来了 吴大哥那套太极两仪 相生相克的深奥道理 一般人不容易理解 但是现场污水处理的效果 倒是十分清楚明白 张大哥的豆制品加工厂 是一座相当有规模的生鸡食品厂 供应豆皮 豆干和素食材料 给市面上的有机商店 生产过程每天产生大约 50公顿的有机废水 透过容量8100公顿的生态处理池 废水在池里经过植物吸收过滤 超过100天才会排放到溪流里 有了这套设备 张大哥心安理得地面对环境 心情愉快许多 吴大哥则继续他的水草富裕 他发现浮瘦罗卵 影响蜻蜓幼虫水菜的羽化 种水草之外 又开始思考昆虫水鸟的生态 百年来 皮塘创造北台湾鱼米之乡 为人们掩饰自然的鸡围 它所塑造的水乡桃园 更是风格独具耐人寻味 封印尽码 太先生 大이라 大神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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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